大家好,我是哲伟 那我今天的提案是 主要是延续坑主小句 就是我们都说提案者叫做坑主 有一个坑的主人 那坑主们之间 可能彼此做专案都会有一些经验 可能遇到的困难 或者你觉得怎么做专案 比较顺利等等 所以有一个这么一个叫坑主小句的 有时候是实体的活动 那目前也透过线上的文件去累积 刚才讲的 坑主会遇到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心得 所以在今天HackMD的共笔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收集过去所谓坑的起源的故事 为什么要做这个坑 当初是遇到什么样的 先进去想要提案 那如何提案 历年来大概十年之间 也有不同的模板可以参考 可能有一些比较适合学生来发展 或有些是比较资深的贡献者 所省理出来的模板 甚至有一些贡献者他还录一个线上影片 介绍那个模板怎么使用 这个都可以在这边使用 那还有就是专案启动之后的 例如说有 募款的问题 或者有其他招募人力的问题 大家有不同的经验有分享在这个坑主大补贴的页面 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就尝试 有在把它有一点流程化 所以这个流程也欢迎大家可以帮忙解释 就是说从一个开始有想要提一个案子之后 你是先来大宗提案还是直接在线上的频道去提案 那或者说你要申请domain name 那是不是要先决定英文的名称 这个英文名称其实看起来是蛮关键 他会决定你的很多系统的用词 然后怎么样整理出短中长期的事物 那我们也有分享整理成英文的版本 所以你也可以帮忙 比如说帮忙翻译或者看一下一些用词 好所以这第一部分 那个关于坑主大补贴跟坑主的历程 那延续这样坑主的经验的汇整 我们就希望在今年度去发展一个比较第一个版本的 所谓的CVTAC Project Handbook 那这个handbook呢 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架构 所以你可以直接进到目前这个HackMD的书本模式里面 左边的导览列它就是目前我们讨论出来的 例如说有三个chapter 第一个chapter就是有点像概论的部分 就是基于距离的专案经验来去描述说公民科技的概论 第二个部分当然我们就发现是坑主怎么发起专案 就有点刚才我们分享的内容 怎么样再把它章节化 第三个是公司协力的伙伴关系 例如说有开放资料来做专案 那可能就比较容易起步 那怎么样去促成这样的协力环境 或者有的NGO对于某个议题很理解 那怎么样借重它的领域知识 还有就是卷动更多的可能可以在公民科技下去做数位赔利的群体 所以这个章节每一个章节你都可以把它打开来 如果看到很空白的话 就可以帮我们填上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是欢迎大家来共比的一个公民科技手册 以上是我们的专案谢谢 我们谢谢哲伟对坑的详细的讲解 讲的秘诀就是外面是大坑街 然后往里走就是深坑 再到后面就是福德坑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坑的话 不只在南港这边走会遇到 就是也可以问哲伟 那我们接下来邀请比林 谢谢大家